董金星牽著女兒的手 步上紅毯 她心愛的二女兒 在禮拜六嫁做人婦 臉上洋溢甜蜜笑容 只是沒想到 這竟是董信怡家人 人生中最後的幸福片刻 董金星在台東漁業名氣響叮噹 上週六中午 帶著一家十七人 北上三峽參加二女兒的婚宴 洗開二十桌 還在圍在三峽的婚宴會館 住了一晚 二十一日下午 搭乘普悠馬六四三二次列車回台東 卻碰上嚴重的翻覆意外 一家十七人分布在三車與八車 在三車的三人僅受輕傷 但包含董金星在內的十四人 就坐在翻覆情況最嚴重的第八車廂 當中九人不幸當場身亡 總統蔡英文到醫院 向董家生還者慰問 只是本該是開開心心的大喜之日 一家九口卻共赴黃泉 逃過死劫的家屬 哭得肝腸寸斷 感嘆命運捉弄 記者綜合報導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